五 四 三 二 一 画面上是七度烟火节的高潮活动 在市长谢国良等贵宾的倒数之下 灿烂的烟火跟音乐渲染了七度的夜空 参加民众都拿起手机狂拍 希望分享美丽的景象给好友 灿烂的烟火会映在七度的夜空上 希望一年的开始有一个好兆头 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美丽的烟火增添基隆更多喜气 让大人小孩都开心 他也希望推广到其他地区 像是基隆邮轮码头或重要的景点 增加亲子活动 好几年了 今天好不容易可以恢复了 非常的开心 但是今天稍微天空不作美 下个小雨 那谢谢大家今天冒雨来参加 风雨生信心哦 然后未来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努力 在七度 七度其实腹地有辽阔 我们可以打造就业基地 也会打造好玩的 国良也预计在七度的行政大楼 我希望打造一些孩子们可以用的空间 请给我一点时间 大概一到两个月吧 希望能够把一些空间做得好 再给大家来看一看走一走 希望孩子们会喜欢 家长也会觉得放心 在这边祝大家这个元宵节快乐 也是最后新年的最后一日 那在这边也拜个最晚的晚年 祝大家今年都顺利平安健康快乐 谢谢大家 今天是元宵节 也是我们七度区 一年一度的这个烟火节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停办两年了 那也算是我们七度真的是 年度的盛事 那谢谢大家列领我们七度 七度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我们的县市长 非常重视七度 为了打造七度 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就业机会 包括七度 七度这个腹地相当的大 怎么样 遞尽其病人 善用我们七度的这个条件 的一个优势 再次的感谢我们吉隆市的 所有乡亲 包含我们七度记者 今天不会因为下雨 而对于我们烟火节 有所失掉兴趣 也是大家都很多的 都来参与这个活动 个人非常高兴 尤其担任 要卖向第六届的 难得看到我们县市长 尤其在两三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重视到 提到我们七度七 是七 金融市最大一个七 希望好好的在七 土七好好的来 应用我们现有的所有的土地 好好的来规划我们 金融市未来的宴景 个人非常的敬佩 那今天下午宜芳也有来到现场 那也有看到很多大朋友 小朋友在做灯笼DIY 然后以及现场也有很多的表演 跟探车小吃 那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市政府 以及七度区工作 还有我们锦销同仁 一起来完成这个活动 现场来了许多府会的贵宾 包括议长童子伟的秘书 蔡旺莲前议长的秘书 还有暖暖区市议员连恩典 中山区市议员张炳君 仁爱区市议员郑文婷 以及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消防局长陈龙辉 地政处处长王英哲 以及主办活动的七度区公所区长等等 大家向到场的民众祝贺新年好 而活动也安排抽奖 许多的奖品让民众满载而归 其中最大奖是市长奖55寸的电视 由谢果良市长亲自抽出 让中奖的民众相当开心 现场可以说是喜气洋洋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